请你跟我这样过 聪明过生活 幸福多更多 欢迎收看 请你跟我这样过 喝水跟健康的关联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叫做标题的感觉 但是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 要来点学理的是不是 学理 不是 我们要帮助我们多深层地了解一点点 我们才能够让很多 尤其是女性朋友都很不爱喝水 那真的 对不对 你才能完全catch到 自我认知才能真的认真去喝水 好不好 洪医师 很多人说女人是水做的 但事实上男人也是水做的 漂亮 水男孩水男孩 人也是会哭的 对 人体大概70到80%都是水 在小朋友小baby的时候最多 然后会随着你年纪老化 可能含水量会慢慢减少 到老年人大概50几% 可是几乎都占了一半以上 如果说我们说 人体单一组成最大的元素就是水 那水参与了我们每一个生理反应 那我再想好了 要讲说水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当你们口渴的时候 下午的不喝水的时候 你们要想你们身体会有什么变化 那叫轻微缺水的时候 就是因为缺水 然后觉得酸酸 全身酸酸的 因为那个循环变差了 然后皮肤皱皱的 因为这个皮肤缺水 然后这些叫做基础 然后女孩子呢 经常很容易 如果说你之前有泌尿道感染的 缺水很容易造成泌尿道感染 有结石的 很容易结石发作 有痛风的 很容易痛风发作 这叫做缺水 轻微缺水 轻微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严重缺水 严重缺水 你可能那个血压会下降 那长期严重缺水的话 你可能会造成 你很多生理功能都混乱 比如说我们讲说要 我们刚刚有提到要排毒 你的肝肾功能 毒自己不会跑出去 毒已经溶解在你的水中 经由小便去排掉 那你的毒素就排不出去 然后甚至有人研究 就是说原来你长期缺水 会造成一些 早发性的大脑皮质萎缩 小朋友缺水会变得比较笨一些 然后更恐怖的是 我们后来发现那些 我们讲说一些代谢症候群 不管你那些血脂肪糖分 在你缺水的环境下 你的代谢症候群会变得更严重 所以其实水分 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怎么喝到健康的水 对 重点是要健康喝水 对我们来检视一下大家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了 我在家里我煮东西 或者是我想要喝热的话 我就是直接 我自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没有特别过滤就对了 没有特别过滤 我自己的话是没有特别过滤 因为我觉得那水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特别的打喝或什么的 但是我在家里 跟爸爸妈妈住的话 我们一开始家里是用那种开饮机 就是热水跟冷水这种的 但是因为我们小孩子都搬早 搬家之后 就是那个开饮机就没有再使用了 但是我爸妈好像还是不敢直接喝生水 所以他们就会去 生水不能喝吧 所以你没有煮 你说开饮机打开了水吗 水龙头打开了水吗 日本我敢喝 台湾我不敢喝 台湾不行 台湾我会怕 反正你自己在家的生水水龙头 你就直接喝了 就是要是真的太渴的话 你是牛啊 你直接喝不足 直接喝就要流 爸妈家就是用开饮机 对啊 它自动会煮沸的那种 对 然后但是爸妈那开饮机很浪费店 所以他们后面 他们就装了一个就是那个滤水器 滤水器 他们装了之后我才发现 水好像真的很脏 因为我看过他们换那个滤水器的那个滤心 天哪那里面有够脏 就是整个是黑黑的 就有点像发霉状的感觉 就是天哪 平常不就只是水在那边就是过滤过滤 为什么会有这个发霉的那种感觉 我想说 感觉水真的好像是有一点点脏 但你自己住的时候还是敢自己直接喝 对 因为他没看到那个滤心 对 就大家特别忘了这件事情 对不对 比较方便 直接喝水管味很重 我喝不出那个味道 你喝不出水管的味道吗 而且会色色的 有啦 会有一个深水的味道 深水的味道 就是会有一个很像游泳池捞回来的 很淡 很淡 很稀释过 然后游泳池捞回来的水的味道 味道会怕 会怕怕了 他们听说台湾的水是好像是OK 台北市也说是可以深渊的 北翠水库的水啦 对 但是现在要请教一下洪医师 到底家用的水会有哪些杂质 没有处理直接喝 到底会不OK呢 我们说看不到东西最恐怖 所以看得到黑黑的还好 一瓶水 你看出来就是水 它里面很多东西你看不到的 我们把那里面的杂质 比如说那一天那个台风来 你看 那还看得到的 我们把水中的杂质给它分三块 依它的大小 最大的叫做旋轴物质 就是那些什么藻类啊 泥沙啊 那天那个就是非常高 轴度非常高 那叫你看得到的 那中间有一层的 10的-6次方到10的-9次方公尺的 那叫做胶体物质 像细菌 细菌你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可是显微镜看得到哦 显微镜把它拿一下 那有一些什么铁锈 很细的铁锈 氧化细这一类 你用显微镜看得到 最下面一层溶解物质 我举例好了 你把盐巴 氯化钠溶解在水中 你用显微镜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 最怕的是什么 硝酸盐 硫酸盐 什么钠离子 甲离子 铁离子 钙离子 那全部在10的附角上 那全部都看不到 我们讲高雄有很多钙根 那叫硬水 高雄的水非常硬 钙离子跟铁离子 会有一种叫硬水症候群 因为我们水是每天吃进去的 当然我们每天吃 也会吃到一些钙跟铁 可是如果你经常 今年累月吃钙跟铁 就会造成头痛血压 高肌肉没力 这叫硬水症候群 水里面有钠离子 钠离子如果过高 就类似是你吃了一堆盐巴 对不对 那就会造成我们的那个 很多的那个叫做高血压 那一些绿胺等等的这一类 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 变性血红素血症 什么变性 就是你的红血球 突然不会吸带氧气了 所以事实上它还有很多重金属 就是说这都看不到 我刚刚讲那些东西都看不到 硝酸盐看不到 硝酸盐有可能变成 亚硝胺的问题很多 所以看不到东西 事实上好多种千奇百怪 那你既然讲到了这个 台风天的那个水的浑浊度 那个浑浊度到底可以喝 可以用 洗澡洗头 对不起洗脸 这个可以吗 潘老师 其实我觉得这是观感问题 像洪医师讲的 你看得到其实呢 不见得那么可怕 那其实这个泥水呢 放置一阵子之后 取上层的话 它导电度会更低 而且这个有度 这些那个什么 水也没有那么浊了 但是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来讲 因为这是天灾嘛 那你取上层的水 你当然就是 急的一些东西先用就好了 那你不用每天都洗头 像有些人 你就那个时间 就改一下时间 或者说你非要拿 那个泥水来洗衣服 我觉得这也是不必要 那如果这是错误的 煮水方式 对健康的危害 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吗 苏清 我之前写过一个 比较特别的案例是什么 它是现在有些人 家里懒到什么 它就是用饮水机 这系列的你知道吗 就是说 它就是那个机器 直接出过来 就是热水这样子的 那之前有一个妈妈 她就想说 她妹子的楼层 有那种饮水机 她就想说 直接用饮水机的热水 来泡奶 这样很方便 因为她就觉得 饮水机应该出来的水 就是煮沸过的水 热水头 就后来 小朋友后来 开始奇怪 然后就送医生 发现说 它是什么 沙门氏菌感染 后来才发现说 它可能 因为那个饮水接头 如果我们用饮水机的时候 我们热水屋 你可能很干净 那茶壶 你每天用也都会洗 可是那个饮水机出口 你会去用滤水器 换滤芯 已经是不得了的事 台湾人有些 那个滤芯超脏的 可是那个出水头 如果是很多东西在接触 你可能没有那么仔细清洗 就它其实因为 那个入水头的地方 就是出水口的地方 污染到 所以污染到 那个有沙门氏菌 所以他小朋友喝的奶 里面就有沙门氏菌 结果他就变成沙门氏菌 长颜 齐薇 那你怎么喝水 其实很麻烦 因为以前我很喜欢一个 法国矿泉水的牌子 然后呢 所以我就会定期去 订这个水 然后一次就要订三箱 堆在家里头 可是后来就是 觉得说 哇 要花这个费用 去买这个水 好像也是一笔开销 然后后来就是 搬了新家之后我先生就买了一个 活性碳的滤水器 他说这个应该也是很不错 就是只要是活性碳 过滤之后 因为活性碳还标榜说 是什么医疗级的深饮水 好 那这样子听起来 病人喝了 老公很怕你这个 泡血水的钱一直买下去 对 就觉得很好 所以现在就是偶尔 如果说想念那个味道 会觉得说身体比较累的时候 我还是会给自己买一大瓶 那是回忆用的 对 然后另外我们家里 还有一个气泡水机 因为呢 也是就是听到业者 标榜说 这个气泡水什么 可以让你的血液带 二氧化碳流得比较顺 然后消除疲劳 消除你身上的乳酸 我不晓得 很强消费者 我不晓得它是不是广告题 还什么 然后就兴起有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功能就是 你吃很饱的时候 你喝一个气泡水 它就会打一根饱格 就是你很像喝了苏打水 所以其实你觉得 肚子是很轻松的 所以我就蛮喜欢 那个气泡水的感觉 吃个香蕉心也会打嗝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气泡水机在家里 你刚刚讲说 齐薇讲说会打一个饱格 但是上午对于 所有的一些胃功能不好 都不建议她喝这些气泡水 因为它会造成你打嗝 那个叫做脏气之外 一些逆流性食道眼等等 这些都不是那么建议 来Kiki 我真的跟瑶瑶很异相 我以前就是 你知道像我在国外英国的时候 他们就是 都是 甚盈 连餐厅 只要你跟他要开水 他就是给你自来水 对 就是他们所谓的 泡水 就是这样直接喝 我后来是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我们家的老攀 他觉得这样喝深水这件事情 他觉得根本不可能 对 他觉得没办法接受 对 所以我们有装一个 就是除下型的滤水器 然后就是可能 应该是逆渗透的 那水其实一打开 就是直接从我们的水龙头 就流出来 就喝这一种 那个水可以洗菜 也可以就是做其他的功用 就直接接了这样喝 那宝宝的部分 我是把这水接出来之后 还是会再吐废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 我每次用瓦斯炉煮水 我都会煮到火灾的人 就是我会忘记 对 所以后来我就买 那个电热水壶 我觉得电热水壶真的很方便 因为他时间到 他煮好一个块 然后二来他煮好 他自己就跳出来 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他 不用挂心说我还在煮水 所以我们那时候 装潢新家的时候 为了那个水瓶 我还在厨房装了一个 220V的电源 因为220V真的煮起来 快一倍的时间 然后就是大概两公升的水 我们大概两分钟就煮沸了 对 真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热水 但是我曾经开过 那个插电的这种水壶里面 它会有白色的 类似水质的东西 水垢 那个有没有关系 那个事实上 就是一个碳酸钙跟碳酸酶的结晶 那我们讲说这些碳酸钙碳酸酶 你今年累月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微量元素 为什么叫微量元素 叫矿 它需要的量是不多 那我们的 你如果过量 事实上对身体都是一个破坏 一样嘛 我们刚刚讲碳酸钙碳酸酶 我们把它当做钙片来吃好了 可是你如果每天这样吃 每天这样吃 那你是不是有很多钙 高血钙 高血酶的症状 就会跑出来的 所以当然我只能说 以目前台湾的饮食状况 可能如果你不是缺那么多 缺那些矿物质 微量元素的话 不见得要每天去喝那些东西 可是它留在那个湖里面 对它有没有什么毒 事实上它没有什么毒 但是经常 今年累月这样子弄之后 有可能会造成它一些加热不均匀 我们讲反正是锅子 那造成一些锅子的一些 加热不均匀 那很多的 我们讲说容易卡脏东西 所以那种东西其实也有奶油跟我们讲 还是要把它洗干净 因为不是它本身的毒性 而是它容易卡脏东西 所以如果有洗干净OK啦 是OK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装那个 除下型浴水器的时候 那个先生他就一直跟我说 一定要装他们的水龙头 因为他说水龙头里面有一些 因为它有电镀 然后会有铅 然后水如果经过那个水龙头流出来之后 就会喝到重金属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还是说他只是想要就多卖我 多卖我一个小时多卖 所以他才会这样 真的会有这样的影响 不然你一井里打水 就不会有重金属了 有需要甘心到这个房子 水龙头会吗 这个水龙头大部分都是 以前大概都是用铜 然后再给它 铜是黄黄的不好看 他们会电镀上一些蒙啊 鑫啊等等 但是你如果整个制程是很完整的 很品质很高的 事实上这种问题都不会出现 可是最近的确香港有出现 他们一个社区 总共15个社区都同样一个建设公司去做 用同样一批的水龙头 去验出来 后来三千多人去抽血啊 就是那个都是那个含重金属锅量 那的确是不良的那个水龙头 的确会有这种问题 那现在比较多 大家这样说的 如果说不要用这种电镀的 可以用那种不锈钢的 现在大家推上不锈钢的那个水龙头 那这种问题就更少了 好 来 叶群 像我跟我弟啊 我们以前是校队嘛 所以我们用水量很大 因为每次如果出去买水 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家 对 家里要够才有办法 对 因为我们家每次都是那种像那种 大桶那种水 每天都装两瓶出去那种的 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自己煮 那种生活习惯一直到现在 就是像那种武将那种北梯啊 那种很大那种 好传统的那种是不是 对对对 灌满水然后烧开 然后烧开之后呢 就是打开嘛 打开再让它沸腾 沸腾了十分钟 但是我老婆现在我们结婚了嘛 然后呢 现在我们现在煮之前都会用那个滤水 对 就是用还是会 就是会滑滤一下 对 还是会滑的 用滤水器 然后去过滤完之后再来煮这样 这样应该是最安全了吧 其实这种煮法是对的 像我也是 尤其它很正确是取晚上的水 像我不会取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水 因为晚上我们也在休息 水管也在休息 那其实比较容易有一些 有毒物质容易融出来 因为有时候这个社区是新的没有做 但是自来水场过来的这个水管 有时候是老旧的 所以你晚上取水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 晚上煮水就对了 对对对 取晚上的水 对 对然后再来呢 它在这个桶子里面 煮开之后呢 它开盖 然后再煮沸 大概其实不用煮那么久 那五分钟左右 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曾经我为了带小孩做这个科展 我就从南到北去睡 然后呢 我发现其实台北市 甚至只要两分钟 就验不到绿的残留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水啊 只要除了洗澡的水之外 全部都要滤过 包括我老婆连洗碗的水 洗完之后 最后也是用滤水的 对啊 我老婆有点 因为也很方便 其实现在水用头打开 它出来就已经是滤过的水啊 就比如说 我们要拿碗筷出去吃饭啊 它也要用滤水洗 有需要详细到这个程度吗 你觉得可以不需要这样做 然后它洗菜也是 这样会有点强迫症 对 可是蔬果 蔬一下比较好吧 像苹果要生吃的话就直接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 你其实洗的这些水果 很多人都担心滤层留在上面 其实不会啦 对 然后尤其如果你是青菜 你要在经过烹煮的过程中 其实这也不需要 对 对 所以不要太紧张啦 其实烹煮都OK的啦 好 但是问题是说 很多人可能都会装滤水器嘛 那很多不同功能的滤水器 它到底差异在哪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滤过之后 就可以喝 不用煮沸 有些也可以喝 比如我举例好了 最强如果单一叫做RO RO它滤过是可以 把细菌都滤掉的 RO膜 它是细到连细菌都过不去的 它都可以滤掉那些离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它 所以一般RO水 我们在想说如果单一来讲 最强最强当然是一个叫逆渗透 但是大家的这个是 但是为什么 那干脆大家都装逆渗透就好啦 逆渗透很耗水很耗电 它是然后很 它的RO膜很贵 非常贵 弄一份水出来要浪费三份 对 浪费三份 对 它逆渗透的原理嘛 它就是把那个水挤掉 然后把一些杂质挤到一边去 然后把纯水拉出来 那叫逆渗透 我们洗渗一定要用逆渗透的水啊 那大家不要担心 一直是它很怕绿 比如说我们养鱼的也很怕绿 有没有养鱼 你如果自来水一养鱼就死掉 那我们要除绿的话 其实一个叫活性碳 刚刚齐温昌说它有活性碳 活性碳它就是一个 利用活性碳一个 它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小小的空隙 去吸附一些杂质 它一般用来除色 除臭 还有除绿 这三个 我们一般会先在前面 用一些前置的作用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那个叫做RO水 那个可能可以省掉 很多的RO的那个耗损 那所以那一般活性碳 大概你说能不能除掉细菌 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刚刚有讲说活性碳 我把它经过活性碳就来喝水 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的问题 这个就没办法杀菌 所以我不能直接喝 活性碳 我已经喝了很久了 活性碳细菌不行 重金属也不行 这个叫钙离子 美离子也不行 它游离率是圈圈的 所以它应该也是最便宜的吗 对对对 它是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最简单的活性碳 除色除胃除绿 大概这三个 那另外卵水 卵水器又叫做什么 离子交换素质之类的 大家有没有知道 在高雄啊南部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用这种 就怕有那个查购的问题嘛 他们就 他们就会用那个离子交换素质 有时候还要加盐巴去还原 那这一类的可以除掉什么 这个大概可以除掉一些 无机离子像一些钙媒 其他的什么细菌能不能除掉 这些就不够 那逆渗透你看都圈圈 三角形是说有些可以 所以单一来讲 当然逆渗透可能是最强的 但浪费电浪费水 可是太浪费了 所以我最后一个给我想 你加软水器 再加逆渗透 加上活性碳 你看有一些 那个叫三胞胎有没有 它前面是有三个 那个事实上有三种不同的绿材 它也不是RO 但是不同的耗材 那先过滤完之后 那你把它组合 这些可以组合 组合完之后就 全部都变圈圈圈了 只是还蛮浪费钱的 其实我建议台北市的话 一般就是 如果在正常的情形下 其实就是组费就可以了 那其实你装净水器 我觉得这个逆渗透 当然可以去除掉很多东西 但是真的还是蛮建议 你可以请厂商 把你那个排出去的水 再接回来再用 不要浪费了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水质 要很 那个水人要很保护它 所以很多人的 这个逆渗透装了之后 我建议还是要请厂商 把那个水接回来 可以当成一般的自来水来用 不过针对了这个 我们说的哪一种 这个净水器 有些水 这个滤 其实是我们一直要 要很注意的地方 是不是也来帮我们出来 稍微示范一下 我们来检测一下好不好 OK 然后我们这边呢 准备了四种的水 那这四种都是 不同的处理法 对不对 一个是自来水 一个是过滤水 就一般的滤水器 然后还有电水壶 煮出来的水 以及它有这个 除滤功能的热水瓶 对 那这个是余滤车用 我们就给它各加一滴 然后呢 这个就会 等一下就看它的颜色变化 OK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用最基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水里面的滤 多或少 是它干净程度的一个指标 其实它这个滤呢 是必要之二 它添加了滤之后呢 它这些细菌 维生物会被杀死 我觉得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要靠一些 其他的方式 到了家里的时候 再把它准备 再把它去掉 那这样是安全的 大家也不要看到说 它含绿就一定是很可怕的 其实不是这样 而且你家的自来水绿的 如果鱼绿多的话 如果是同一个 比如说同一个水厂出来 那洪医师家的鱼绿 比我家的多的话 有时候他要高兴 而不是我要高兴 对 为什么 表示我家的水塔可能很脏 我家的管线可能很脏 这个鱼绿在运送的过程中 用掉了 因为绿是用来干嘛 它是用来杀菌的 所以如果我家水塔是脏的 我家管线是脏的 一样的鱼绿到他家 几乎都还在 到我家都没有了 所以我家水质好赞 都没绿 我想说你家水塔好脏 对 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对 真的耶 像这还水的 就已经开始 已经有变黄了 有有变色 对 这个是有的 那像这个过滤水 就完全没有 这两个水较前 那个颜色差异有多大 其他的几乎都完全没有 对 都没有变黄 所以到底怎么样 像这个绿比较多的 赵树青讲的 到底是OK还是不OK 这个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家的东西 它是鱼绿比较多的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 除了煮水的时候 像当然陈老师教我们的 就是说滚了之后 我开个盖 让它再煮个三分钟 这样子OK 那如果我家是鱼绿没有很多的 我可能就不一定要 做这个动作 它要滚到十分钟 是不是你家根本没有 你滚十分钟干嘛呢 那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如果我家的鱼绿是多的话 那因为我没有办法滚走 所以这一家人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他们要做的是 全家型的绿水器 就是说它不是装在厨下的 它是装在你们家的水管入口 所以我是连洗澡的水 都不会有绿 为什么洗澡的水有绿 你说我不会吃进去 问题是当洗澡的这些鱼绿 碰到你身上这些有机物质 它会产生三炉甲烷 那如果我的排风 是不是很好 我又很享受那种 要泡澡领域的时间很长 那我可能吸入的 就量就多了 所以如果加的是鱼绿这一款 很多这一型 你可能说我加的可能是 这个锄绿的东西要装在更源头 了解 不过谭老师 现在一般我们煮开的开水 可以放多久 其实我今天还是 24小时之内把它用掉 因为曾经有人研究过 这个水呢 不是 它容易长菌 对 因为我们锄绿之后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它就没有一些消毒 那其实曾经有人 就是去检验这个水放置多久 大概24小时左右 就会长出一些细菌来 热水瓶里头可能不见得喝得完 没关系 其实热水瓶的话 它是一直不断在加热 对 但是其实热水瓶的水 我建议大家就是滤过了 或煮过之后再加进去 然后每天加一点活水 这样也比较安全 滤过了 那但是如果没有滤 你像对电水壶像 没有滤 它是没有滤过的 对 但是它煮完之后 我建议你还是20小时吧 那如果没喝完的隔天 再加新的深水 然后再煮一次 其实我建议就是 你其实煮过的水 你有时候没有喝完 没关系 像我有时候家里煮一壶水 没有喝完 我隔天就拿来煮饭 或者是 洗菜啊 没有这么浪费 对对 就煮饭煮汤的时候 我就用进来加了 对对 所以喝的水还是每天新鲜的水 对 我还是就是20小时把它喝完 对对 好 谢谢谭老师 谢谢 那当然很多人在喝水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的 直接买矿泉水来 对 对不对 我觉得我朋友每一天都是喝矿泉水 完全家里不住水的 真的假的 因为就懒吧 方便啊 你这个朋友是奇葳吗 对 应该就是 OK 但问题是说 你就算是要买矿泉水 令他瞒目 很多诉求的功能 或它的品质什么不太一样 买大罐的 这不是大罐的问题 这是种类的问题你知道 你看这边像竹炭水 海洋深层水 气泡水 纯水 矿泉水 还标榜天然矿泉水 冰河水 简性水 冰河水 琳琅满目耶 这么多的 但还有标榜什么PH值 多少多少的 对对 全是多 什么海洋的深层水啊 都有 KIKI有双穴位 应该比较同意 强强吧 又常Google 没有啦 我其实大部分我出门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用 家里已经就是有的矿泉水瓶 就是装家里的水 会带一瓶出门 但是会遇到就是喝完的时候 硬要买的话 对 然后以前我曾经会去装 就是捷运站里面那个 我也会 就是水 但是后来我有被我老公念死了 他说那个超脏 因为他常常都会 摄在厕所旁边 对对对 然后你在喝的时候不是 整个会很碎到那个绿嘴 他就觉得那个超可怕 所以他就严禁我做这件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去 那我就只好去Seven买水 那我选的话 对 我一定会选那个 第一个是进口的 一定是进口的 对 因为你看进口的 它有时候包装就很漂亮 米花 米花 是识觉的问题 对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 海洋深层水 或是冰河水 就是会比纯水还有竹炭水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有曾经又Google过一个报道 这个真的有Google 他说其实买水不要买蒸馏 就是太干净的水 因为那个水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 患物质或是任何养分 然后你喝下去就是 对身体没有太多帮助 我必须说啊 有时候为了虚花 也是会买进口的 但是心里面不是因为觉得它安全 或怎么样只是虚花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之前 曾经那个英国的卫报 有报导过一件事情 它说他们认为是 法国的矿泉水 大概每五瓶就有一瓶 你会检验到类似 或者一些药物的成分 为什么 因为水质会 大家都想说 我怎么是不是都是天然 什么阿尔卑斯山 或什么什么那里去取 可是你要知道那些水 它会流进哪些地方 如果流进一些有种果素种 他们如果当时农夫有去用药 或干嘛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能变成 地下水的一部分 那我就取这些水 我当然可能会有污染 甚至之前还有一个研究在讲说 他们检验部分的 这些进口矿泉水 号称是什么 经过什么天山 经过哪里这种 对不对 里面还甚至有放射性元素 因为我如果经过的地层 它是有这些放射性的东西存在 它有时候会带走的 所以不要真的太迷信说 那个我一定要什么 什么外国的矿泉水 又要经过哪个 超级有名的山 这是个错误的迷思 第二件事情 它刚才还办了一个错误 它说 它呢 都尽量不买纯水 不买蒸溜水 它要有营养成分 因为它说 里面的营养成分都没有 对 这个是一般人普遍的迷思 就说 你的经过那一渗透 都是纯水 只有水而已 你的纯水 蒸溜水都是水 问题是在台湾 你不是第三世界 所以我们主要的矿物质 从我们的饮食中摄取 已经足够 我不用再去水 特别为了摄取矿物质去喝水 所以我们的水 为了安全 我们喝纯水就已足够 不用为了什么 要矿物质去买 所以承认吧 真的 而且我刚刚听台湾 刚刚开始讲说 又保矿泉水的瓶子 又装水出去 你到底一个瓶子用多久 瓶子不能用太久 不能用很久 不能重复太久 对啊 不能吗 是吗 我也会 我都一直要吗 有说上 从这种不是就可以一直用吗 没有 而且他为了虚花 那个胃口的鼻子都留最久 想说两个月才买那一瓶 对 但是我说实在 有时候像我们出国 或是你要出外景旅游 有没有 我们买了一瓶矿泉水 那这个矿泉水 我们就会带在身边 随时补充水 一整天我们就一直喝它 对 我们会这样子做 所以一天OK 但有时候怕你放在车上 什么温度太高 对 这种塑胶泡有变质的可能性 塑化剂 一般人只想到塑化剂 可是有些PET品 它并不是 不一定会有塑化剂的溶出 而是担心 它在制作过程中 它在会用到一个东西 叫做T 那T他们已经证实说 比如说我们这样 远距离的运送 你时间久了 温度高之后 T就会随之溶出 而T一般认为 它是可能的致癌物 另外有些认为说 其中的BPA 双分A 如果它瓶子里面是有 它也会溶出BPA 而你已经知道双分A 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对 所以当你随着你的保存 的温度不当 你保存的方式不当 或它经过久了之后 它塑胶老化 而你们一般说的塑化剂出来 这都有可能 尤其是外来的水 原来的河上会念经吗 不会原来的 泡泉水涕会比较多 因为它经过的 运送时间越长 它越会 那如果进口的玻璃瓶 玻璃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贵多了 对 这台湾的水吧你们 沃丽瓶更有质感 好重喔 来 叶君 那你怎么选 叶君应该很Local吧 很Local 像以前练书的时候 打开那个冰 打开那个冰箱 就是越便宜的就买 我也是 就是那种 那个瓶子 完全没有任何包装 就一个塑胶 捆在上面 然后一个盖子 那因为我久了 我发现其实我蛮爱吃肉 然后我每次出卖碱脆 我很容易被蚊子咬 所以我感觉说 我是不是酸性体质 所以我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喝一点 碱性的水 来平衡一下 所以我每次现在去超商买的时候 打开了就买那个绿色瓶子的 我知道 碱性水 对 其实我跟燕君是一模一样的 你也是碱性水 不是 我要是我自己 要我花钱的话 绝对是买最便宜的 就是最便宜的 随便 什么买一手一什么都OK 能止渴就好了 但是 其实我没有特别挑选 但是呢 因为要是出外景的话 只要那个钱不用我付的话 就製作单位买来 我们就挑那个最贵的 因为这个碱性水 之所以贵 代表它一定对身体会有点棒 就调整你的那个 吃太酸啊 或干嘛的 就不用我花钱 我就会调解 对 它不会平白无故的贵 所以你有理由的 所以就会买碱性水 我们每天吃了一堆食物 有的食物是酸性 尤其肉类蛋白质类 会产生酸性的物质 吃了青菜水果 会产生碱性 可是好 你每天吃不一样 跟我吃的不一样 我们两个来抽血好了 去测我们的动脉血 差不多 我们两个的pH 几乎都一样 7.35到7.45 每一个人都是中性的 带一点点碱 那为什么 没有改变喔 如果低于这个就是酸中毒 高于这个就是碱中毒 所以那你就想 身体好奇妙 怎么可以把你的控制的这么好 那它靠什么东西去控制的 尿液 我们尿液的pH值是5到8 尿液你可以是排酸的 也可以排碱的 你吃酸排酸吃碱排碱 那人体很奇妙 除了尿液之外 二氧化碳 你酸中毒的时候 我们都比如说 肾脏坏掉的洗肾病人 他酸很多 他是一直呼吸二氧化碳 他会有点喘 原来他在呼二氧化碳 那事实上我们身体如果正常 他事实上他会调控这个功能 好我们先把一个pH9的碱性水喝下去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先到哪里去 到你的胃 我们胃酸你知道多酸吗 跟盐酸一样是pH2 是一个强酸 那为什么胃酸要这么酸 因为它消化那些肉类蛋白质 那你如果把它 给它碱性你的胃酸没有那么酸 你是不是消化就消化不良了 这是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只能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人类实在太幸福了 那大鱼大肉吃太多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用说这些 那你的 我每次去临床上 我去看他们尿液常规 每个pH都是5 他们可能就 那你肾脏是不是一直在排酸 排酸排酸 他就一直在做工 他们讲说我给它剪一点 可是他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每天一直在喝碱性嘴尖 你剪太多 他还是要一直排检排检排检 那也是一样 肾功能也是一个负荷 所以我只能说 维持在中间 如果你饮食是均衡的 我吃一份肉 我就吃三份青菜 你的小便会非常漂亮的 6.5到7.5 你干嘛去喝碱性水 你的青菜水果 就是你的碱性水 正常人就喝碱性水 对啊 你就 那为什么他要卖碱性水 就我讲 因为我们都是大鱼大肉 我们都是大鱼大肉 我们其实大部分 我刚刚讲其实大部分的人 就我被骗了 就可能就适量 可是你说你爱吃肉啊 可是也没有那么爱 他说有食尖在一起就OK 或者如果是在 不是马上喝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它的消化呢 其实我们的酸碱到最后 人体是在那边混合均匀的 那所以你到底是酸性体质跟碱性 我帮你验一个小便PH值 假设你小便一直在偏酸 我们讲五点多 那个表示你真的是体质偏酸 你的肾脏一直在排酸 那你如果你我跟你验 你的PH值是7.58 你的体质 你的饮食就已经偏碱了 你就已经碱性 你干嘛再去补那个碱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是正常 没有偏酸偏碱 不是 身体会调节 至少不会偏的太多了 就喝最简单的水 最简单就OK了 那如果说市售这样的话 我们要买的话 我们最好是买哪一种 买哪一种 好问题 洪医师也帮我们示范一下 到底有些水标榜的东西 水质 酸碱 矿物质 它有些差异点 对不对 我们来追求真相好不好 OK 洪医师 我们在想我们的国中的时候上过嘛 是用那个什么石蕾柿子 R1 万用柿子 就可以来测试是国中的基础的化学 那我们就来用一些这一类的 比如说这一类的广用柿子 它在不同PH值有不同的颜色 是 那我们一般纯水应该是说PH几乎是7 它只有H2O嘛 对 那我们来试看看 我们就把它 这回去家里就可以把它买一张来 你给它整 那到底它是这个纯水 如果它偏碱 它就不是纯水 对 现在这个是纯水 那我们就把它 用个那个把它 放在盘子上面 放在盘子上面 好 放在这边 那我们再 对 那我们再来测一次那个碱性水 我们号称碱性水 它会不会骗你啊 它会不会里面根本是用水 自来水而已 它根本没有碱性物质 所以我们对 中性是7 那890 这叫碱性到14 那越小的话就越酸 对 那我们来测一下它的那个碱性水 这刚倒出来的碱性水 像它这个标示也写是7.5到9 对 那我们再想说好 那我们就给它放在这边 这需要一点时间反应 那在等这个反应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来测这个导电度 什么叫导电度 对 我们刚刚有讲说最恐怖的 就是那个溶解物质 溶解物质完全看不到 你用显微镜都看不到 那些什么钠离子 硝酸炎 硫酸炎 可是 幸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什么叫特征 它们都有带电荷 那我们就干脆 来测一个水里面 电荷越多 代表了里面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越多 物质越多 看不见的东西不见的代表是毒性 我刚刚讲有一些什么硫酸炎 像可能是不好的东西 可是也有一些好的矿物质 它也是有带电荷 就是好的坏的可能 对 你号称你是矿泉水 搞不好你给我的只是纯水 所以我们来测试看看 至少就可以知道它标示 是不是明确 真实的 是 是 是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纯水 它是不是陈如它说的 那个非常非常 导电度非常非常低 趋近于0 你看它出来的数字是001 有没有 003 003 003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低非常低的 趋近于0 这个 台北市翡翠水或自来水 大概80几 70几 80几左右 导电度 就是它还是 它已经是全国最好的水了 中南部有时候到两三百 那我们来归零一下 013已经是非常低的纯水 现在测纯水013 我们就013来做个标准 那我们再来测一个 大家比较有想看的是什么 不然我们来看那个海洋深层水 海洋深层水 海洋深层水里面很多矿物质 应该要很多 应该是 先让我们来测试看这个 海洋深层的 来放一下 测试一下 海洋深层水真的是在海洋深层 只有一回来 1百 一百三十二 大概130 130 那很明显跟 测试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里面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应该也蛮多的 很多 对 所以代表它还有深层 还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 只是不想要那些是什么 对 重金属也会带电荷 对 重金属也会带电荷 那些矿物质那些 我一样这些都会带电荷 就是说当你在所谓汲取这些海洋生存水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把附近的一些 你们一些可能的废弃物的那些重金属 也一起干上来 就怕是这样 只是说它杂质很多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其实大家不知道 它说有三十多种的微量元素 这些都有带电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 外国的矿泉水 这个 天然矿泉水 非常贵品牌的矿泉水 照理来讲应该也是数据会高 270 就发现270 Kiki有没有觉得很值得 我们有好多微量元素 有这么多东西 好营养 280 280 对 那这么高就代表是硬水的意思了吗 是啊 没错 所以他们真的是买那种高级矿泉水回去煮泡面 可是我跟你讲 你不要觉得硬水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南部民众可能会觉得 我们的水质不好 我们水又有硬 阿秀怎么样 其实我们自己 台湾有一个研究显示 如果以硬水跟软水来比 是硬水相对 队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 真的吗 对 它里面有一个很 比较成分比较多的是 重碳酸盐 那是什么 碳酸盐就是一个碱性的东西 HCO3 我们讲说很多的 小苏打大苏打 都是含碱性的物质 这个当然就是标榜 我们讲为什么会标出碱性的物质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理论 大家的大鱼大肉 然后你酸性体质 蚊子会叮你 然后代谢不好又会变老 然后碱性的这些就 这个是大概是非常夯的一个碱性 了解 好 我们再来吃个冰河水 我喝的 你喝冰河水对不对 来 这个还好32 还好32 这个就没有那么多 超纯性的 那你买活水就好了 有有有多一点的多一点 99几了 98 9899 9899 那这个标准还是可以吗 还是 就是一般的矿泉水 就是一般的矿泉水 就像翡翠水库的自来水再多一点 对 翡翠水库也890而已 那你买这冰河水 那还不如我们水龙头打开 对 差不多 因为我就相信那个传说 就是万年前的水源 然后现在我们剩什么水呢 竹炭 竹炭水 竹炭水 竹炭应该几乎是自来水 应该也要纯性吧 纯水就可以了 好来看一下 放着就可以了 对 103 103 竹炭103 竹炭103 对 竹炭水不是标榜 它可以过滤 刚刚你有说的 它只有过掉绿而已 对 它过滤不掉 对 过滤那个是那个活性炭 活性炭 竹炭很固定 竹炭可能洞太大 它还是过得去 没办法 竹炭 我们所谓活性炭竹炭一个是已经烤过的 已经把它一个烧烤过的 活性炭的吸附力会比较强一些 那竹炭他们原理是说 就类似麦饭石 水经过麦饭水把一些矿物质什么那个 那竹炭它有一些细微的毛细孔 那有一些天然的一些矿物质 会被它带走 所以这是他们标榜的竹炭水 那现在我们大家现在心中就开始想说 哎呦 怎么办 那我们的确买了一个什么天然矿物质水 我标到280 它的确很多矿物质在里面 那到底我们要选的是 数字高的 还是数字低的 哪一种在依据是什么 我自己来喝 假设那么多 我打开了那个超商的冰箱 我会选纯水 对 纯水啊 我会选纯水 对 那为什么 我说里面有矿物质 到底里面是矿物质 是重金属 是好的 坏的 我真的不清楚 那我很确定 我刚跟大家讲 我们身体需要的是水分 是H2O 不是你说那些微量元素 真的是靠其他地方去 我们先补水 一天补2000 254 要叫大家是要补水 是补H2O 不是叫你们去补一些保健食 那你干脆喝牛奶来带水好了 那当然是不行啊 概念 要正确 所以一天喝水就喝纯水 好 那侯一师建议什么时候 喝瓶装水比较好 適当的 是 我觉得其实瓶装水 还是有它的好处的 一个地方 我常讲比如说你去旅游 那旅游到一个 比较卫生环境 比较落后的国家 你根本不敢喝它的水 可能会得到一些传染病 那你这个时候喝 干净的瓶装水 这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可能会去忘了带水 水是很重要的 那你随时去那个 超商打开来 可以选择正确的水 那第三个 当然我强调的是 你缺的是水啦 不是那些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 电解质 矿物质那些 那些平常补充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喝纯水 好 谢谢洪医师 谢谢 那请问凯老师就说 像市售的瓶装水 你会建议怎么样来挑 才可以安心健康和熬水呢 还是像洪医师一样 就是纯水就好了 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喝 那个瓶装水的 因为我觉得太不环保了 不环保 对 我都是自备水杯的 无论去哪里都带水杯 那当然除了像洪医师讲 到出国去那没有办法 那就只好喝瓶装水 但是我买那个瓶装水的时候 我大概就会注意一下 它的水体 像它的水体 有的就会强调 它是哪一个地方来的 那我还蛮重视这一个 第二个呢 我就会注意它的保存期限 我会选择 哪一个地方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好 它会有特别注明 地下水体 还是什么水 什么水 什么水这样子 这就是地下水 对 要挑 像比如说之前 就有调查显示 我们有些部分大卖场里面 那些包装水 其实就是用自来水去做的 我觉得 那也没什么不好 如果它充分过滤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之前曾经有发现 那个矿泉水 号称是矿泉水 就它接的地方 其实就是某个那个山泉下面 然后很污染的地方的水 对 所以要知道水源是哪里 那老师这个 我们每天在喝 就是艺人录影 它上面写水源别是自来水 对啊 就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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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它不会去 很奇怪的山泉 可以抽不到 有没有三门四感菌的水 对 像自来水 我觉得相对比 那个地下水体安全 安全 对 那我就会看这个水体的来源 那我觉得 比较重要 第二个我不会选择 那个就是 我一定要选保存期限 越近越好 对 因为有时候 你在这个室温下都还好 万一你在室温 就是在这个 外面的过程中 里面的话 我觉得相对危险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蛮重要一点 就是自带水杯 我觉得基于环保 因为这个 知道垃圾实在是太可怕 而且呢 我们曾经好多 那个 曾经有人就说过嘛 我们没有锁紧的瓶盖 就回收 事实上会造成一些 海龟海鸟的死亡 对 所以呢 当然呢 我相信喝好水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身体地 就70%都是水分嘛 对 所以每天喝足够的水 喝对的水 我觉得健康当然 就会跟着来了 没错 今天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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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емь enh� 最后 rom kaf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